按理说你们何家的婚事我不应该管 但是你在我的顿天梭上强行抢人 已然冒犯了我 此事我不得不管 区区半步玄境的蝼蚁 也敢管我何家的事 我先灭了你 我看找死的人是你 这 怎么可能 老大出手也太狠了 直接把他打成灰了 我还想吞噬这个家伙来着呢 大人 你能带我去影族的顿天梭吗 我想知道何家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可以 正好我有个老朋友也在那里 我感受到前不久在陈家击杀的影族人王境分身的气息 若是将这句分身吞噬 我的境界又能提高不少 走吧 除了那何西外 你们何家还有士林的少女吗 本王最近有些寂寞 也想收几个人族的女子换换口味 大人放心 一会儿便送入您的房中 不好了 不好了 长老 方才何虎都命盘碎了 他 他不然是死了 什么 何虎死了 何家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吗 何西可是少族长清定的婚配 要是有所闪失 影族的怒火你们可承担不起 影目大人息怒 是晓得判断失误 没曾向何西身边还有高手 他定是为那高手所拦才没有过来 在下这便亲自去一趟 一定把何西带回来 不用了 我们来了 何西你来了 赶紧过来 让影目大人瞧瞧 嗯 这个何西容貌果然不错 少族长应该会喜欢 大长老 我不是来成婚的 我只想问你 我嫁给影族少族长是何家的决定吗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放肆 你怎敢如此与我说话 你身为何家的一份子 在家族有需要的时候 就应该为家族奉献自身 何西真是不知好歹 能嫁给影族少族长 是他三世修来的福分 我们何家失去了仁王晋的族长 正是风雨飘摇之际 如果能通过联姻搭上影族这条线 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只要我何家 依然能屹立在影州八大世家之中 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 没想到何家剩下的 都是一群胆小儒鼠 利欲熏星之位 这样的家族 也没什么扶持的必要 何西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答不答应嫁给影族少族长 你们口口声声为了家族 说到底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富贵 以前你们变卖家族资产 中宝私囊的事情我都忍了 现在居然连族里的女圈都能出卖 我今日即便生死盗宵 也绝不答应加入影族 何淼 这样的女人可没法讨少族长欢心 若是少族长一怒 你何家都要灰飞烟灭 影牧大人放心 何西不过小小应担惊 我这就把她抓来好好调教 该死的女人 要不是看在你对我何家还有用的分上 我立马一巴掌灭了你 你是笼子还是听不懂人话 何西说她不答应 你没听见吗 你是谁竟然敢管我何家的事 我只是一个助人为乐的好青年爸爸 对了 那个什么和虎就是我杀的 什么 你杀了和虎竟然还敢来这里 我嫌你立刻跪地自费修为 如此我还可留你一个全尸 我看一会儿你怕是要死无全尸了 老大 这脑头就交给我吧 你说好到了这里后 让我大吃一顿的 好吧 既然如此 那就交给你处置了 何西老大 老大放心 三招之内 我绝对让他跪下成征服 区区一只化形的小灵兽 也妄言击败我 真是不知死活呀 正好老夫许久没吃灵兽了 今日便拿你打打牙记 吃我 千万年来 只有我吃别人 还没有人能吃我 天哪 好 大一只灵兽 好强大的气息 绝非我等能抵抗的呀 好 好强大的压迫感 我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什么 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大 我必须赶紧逃